英里兄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真不容易 我们这个当中又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失联了 最后又续上前缘 走到一系 所以我最近在看这个流浪地球 包括前不久看你一些其他的作品 我感觉我熟悉的这个 英里又回来了 你想当年我们这部《蜜月再来》是92年上映的 这是我第一次演戏 我当时因为刚毕业 我刚刚毕业 我记得咱们有一场戏是打那个假人 假人对对对 解压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这个剧情当中的这个婚姻生活很压抑 我们是好朋友嘛 然后你给我设计了很多的这个 解压的人偶 你可以跟他发脾气 可以跟他反驳 你把你生活中不敢跟他说的话 可以说出来 我觉得那个历历在目 其实你看92年就拍这样的题材 其实这就是一个心理学上心理疏导的很好的方法 对 所以他这个是很超前的 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你把这个时间说出来了 因为我在想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神秘 因为不想暴露年龄 我们正当年 没有变 没有变 其实那时候拍《蜜月再来》之前 你已经拍过一些戏的 比如小浦东传奇 对对对 吴玉公导演的《确理人家》 跟吴玉公这样的大导演合作 跟朱旭老爷子 跟众秦伙老爷子 这样的一些前辈艺术家合作 其实我相信从这些时间当中 你已经获取很多的养分 回想起来 其实仍然是很声色的 我就跟那个朱旭老爷子一块演戏的时候 我突然我会变成一个观众 我会沉浸在他的表演当中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魅力是出自哪里 你知道 但是现在在看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 原来是这样 因为他的生活 他的积淀 是你一个年轻人 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可能 因为你扮演的是一个 出入社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可能导演就学习你的这种声色 所以这个也是一点点的积累 所以当时跟吴玉公导演合作 他这样的一个充满浪漫诗意的 这么一个导演 是用什么样的工作的方式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 我跟他接触 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导演 他像是一个学者 像是一个父辈 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兴趣 他喜欢玩桥牌 他又像一个孩子那种童真 我记得印象特清楚 就是说他喜欢吃肥肉 然后他那天的时候 我就看他特别认真的跟他太太就说 说他人体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组织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我喜欢吃 说明我的身体是需要的 所以你就让我吃吧 因此的话 在他跟我说戏的时候 我觉得他跟我 更像是一个 在让我认识到 这个人物 他进入了社会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是什么 让我感觉到很松弛 又在跟这个 朱旭老爷子 还有那个赵尔康老师 我们是演三代人 就像是他把这个 一个家庭营造的很好 我觉得一个演员的创作 其实是你是一个 Action Action is reaction 所以呢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一种刺激了以后 你是本能的一种反应 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级的导演的一种指导方式 当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 迷恋上表演 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说 你并没有长着一张主角的脸 我觉得还行吧 挺帅的 因为从小喜欢看电影 从小的时候妈妈呢 还有我父亲呢 也都是有电影了 他就带着我们去看 电影看完了以后 回来就喜欢模仿其中的一些片段 有的时候吧 犯了错误 然后呢 可能大人要打我了 我来一小段 大人一乐 就这事算过去了 所以呢 这个表演给我的奖赏呢 是无形之中的 我那时候以为是演员 就是大马路上 有个摄影机跟着 然后呢 就拍成了 就像是那种纪录片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演员是要训练的 他是有体系的 那么当时的时候呢 因为我住在那个安徽合肥 上戏呢 在我们那有考点 然后呢 就去考 后来我在 我也问老师了 因为确实是你上级说的这样 都是那种我们想象的演员 都是女孩很漂亮 男孩是很英俊的 我这个呢 是属于那种 另类的英俊吧 然后呢 他们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其实演员不是模特吗 演员呢 是要生动 要有个性 我们是反映的是生活中的 行星色色的人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 是一张白纸 但它有灵气 它可以被引导 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可以像是一橡皮尼一样 当然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的时候 有那个声乐 唱歌 这么一个环节 然后呢 我就问老师 我老师 您要是听这个 美式 还是民族呢 还是流行呢 老师就乐了 说你准备挺全 我说我还不知道 我说 反正你们要什么 反正我就那个什么 我都有 我都有 然后呢 老师说那你随便来吧 我就唱两句 老师说的 行了 下一个 我送吧 我老师 我说我这个 是不是这个环节失败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可能他看到了他们所要的一个作为一个演员的一个灵气或者是他的特质 就是说你是松弛的 你是善于沟通的 就是你在这个上戏的时候 其实专业是挺好的 其实我在第一年的时候没有开窍 刚刚进到这个艺术的这个这个圈子的时候 我是我是蒙的 包括去哪儿什么上什么课声乐课台词课我都不知道这些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很困惑 我觉得我到底来这个学校是要干什么 这个表演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来逐渐逐渐接触了很多一些表演 比如说Dustin Hoffman 这个给我的这个印象很深 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演员 他其实也是属于其貌不扬的 就是他个子也不高行业 只有一美六级 对 然后呢 他在整个好莱坞也算是相貌平平的 那他但是他创造的这个角色让你忘掉了他的身高 后来那时候我才知道OK我们演员是创作创造人物的 是把这个心灵这个灵魂呈现给观众的 然后琢磨出一个自己的一套方法 大概96年 96年 你就去了美国 对对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缘由你突然会去开辟一个新的人生之路 年轻的其实你主动的和被动的会被一种潮流所裹挟着 你不知道你真的是需要什么 80年代末90年代就是整个那段时间的时候都出过潮 然后呢 同时呢你对于就是你的自己的这个工作和事业 不管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显得是主演 然后那段时间你会觉得OK这个东西可能也不过如此了吧 因为我从19岁进入这个圈子到了20多岁 一直没有改变过任何就是我的这个工作 我的第二生命 所以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国外去看一看 刚去美国去哪个城市 波特兰 是在西海岸的 一去以后我就觉得这就是美国 一片近农村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刚到那以后会不会有一些这个落差 有 第一个星期感觉非常兴奋 而且自己像自己生活在电影里边一样 哪怕碰到一些流浪汉你都觉得你身处于电影的情形当中 因为那个第一个星期的时候你不用考虑太多 你只是感受对吧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OK我要生活在这个现实当中 你当时带了多少现金去 我当时去的话可能是算下来美金一千个钱 算是多的 算是多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语言不同 你认为那个时候你学校学的那个学科叫英语的这个学科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当回事 但是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日常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交流手段 这个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可怕了 一个小孩子他都会说这个流利的英语 那时候你就觉得巨大的一个挫败感 你知道吗 我连孩子都不如 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吗 总是想要 因为那个时候北京人在纽约也是热播过以后看完这个东西去 就带着一种隐隐的那种诗意去的 所以你总觉得要经过一些磨难 然后呢去了以后也学了一些什么房屋中介啊 这种那个什么 还学了 就那时候后来英语住院好了一点以后 到考想到那个法院去做那个翻译 哎呀他真正考了一个证呢 刚去的时候真的是语言 就是你他咱们他说的那个话 他不是就是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那种感觉 是一片的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又听了那个I am Chinese OK你是一个一个 I'm Chinese 就是他是他是一块 你不知道他是哪一块 短句的你知道 那个时候老师教的老师也是用英语在教英语 你觉得这怎么学啊 但逐渐逐渐人的大脑是很神奇 所以呢你逐渐逐渐领悟到了以后 你决定就开始就是开窍了以后 就学得很快 后来呢我考的这个法院的这个翻译呢 结果呢一单都没有就接到 为什么呢 后来人家跟我说了 说的说的因为啊 说的老的那个 这个移民 人家英语说的很好 人家不用你翻译 要遇到什么事 新移民去一般都是去留学 人家英语也很好 他不是像那些就是说 以后的就是战争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难民啊 对于我就是华人来说 就基本上不需要 所以这个考完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居然是说到这个沙漠地区卖伞一样 然后做过这些东西 做过二房东 反正基本上都很多都常识 二房东应该挺有意思 二房东特别有意思 就有点像咱们那个 以前那个72家房客 那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大学刚刚毕业走入社会的 然后住呢有几十年的 然后呢有一些独立音乐人 然后呢就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对于我日后 创作我觉得都有很多的帮助 你接触形形色色各种 各种不同的人 我认识一个就是说 一个房客 特别逗 住进去大概半个月吧 就来找我就说 说的那个说 李我要退房 我说为什么呢 这个人算是可能是练健身的 还是拳击教练 还是什么 块特大你知道吗 特别特别高大的 威猛的这么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呢 你要退房 是哪我们做的不好 他没有 通往的屋里啊 有那个飘虫 我说你的意思是 Ladybug 你害怕吗 他对啊 多可怕啊 我说那么通不有力的 这么一个外形 会怕那个小飘虫 你知道吗 很多很多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就是觉得让我看到了 不一样的 他真的是害怕 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找这个借口 所以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形形色色的人 这对我日后的创作 听说你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跟李安导演的状况 有点差不多 就是这个太太工作 然后呢 供你去把这个 整个的学业给完成 对对对 因为一般来说 中国人嘛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总是这个一家之主 希望自己出去干活 然后把整个 能够支撑下来 所以当时心里会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 事业这个事吧 工作这个事 不管是男女 其实都是需要的 你没有了事业以后 其实你真的是 你会缺失很多 跟社会的这种对接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不光是作为一个 这个丈夫来说 你会有很强很强的失落感 和一种 你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的 这个意义 你同时的时候 你确实是你觉得 这段时间你怎么 你传统意义上的 这种责任感 你也没有办法尽到 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失落 但是我太太呢 她说可能 你从事的这个工作 就是这样 通常有个John Travolta 这个演员 John Travolta 他年轻的时候 是真的 后来就 就没有任何的工作 就演一些 就是说很 一般的电影 他真的是 可能通常 这个作为演员来说 他都会有这样的一种 高峰和低谷的时候 你们这个工作的一个性质 他也是安慰我 但是 他说你看John Travolta 后来拍了 这个Pope Fiction以后 他又回到 他说 他说你就 那个什么 这个时候 你就看看孩子 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给我下套 就让我在家带孩子 做个家务什么的 但是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的的确确的 也给了我一些 鼓励和安慰 总是在想 OK 我仍然是有这样的希望 其实你在那 我知道也排过一些话剧 也做过一些独立电影 后来为什么还是决定 把事业的中心移回国内 其实我们从事的工作 是一个说人的工作 人都是有背景的 那么因此有的时候 你看我们之间说一个笑话的话 可能有一些很长的背景的故事 你在给一个老外说 他可能不一定懂 同样 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是一个老外 他们有很多 他们的这种文化背景的东西 我是不清楚的 当然 他有很多的这个人性的东西 是全世界是共通的 这个伟大的作品 都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的东西的话 是当地独有的 你是不知道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我早已经就决定了 我说还得要回来 因为你要从事这个工作的话 你要找到属于你的土壤 否则的话 你真的就是悬浮在空中 是这么一个契机 就是选择回来 其实你拍这个 吴正之罪之前 回来已经有差不多十年了吧 对 说明其实这个之前 你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折服期 有没有一种焦虑或者说恐惧 怎么去平衡自己的这种心态 因为当时在国外的时候 你仍然是有一个 有一个 给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排 你觉得我是在异国他乡 我有一天我会回去 我在这里 我可以原谅自己 没有 之后没有退路 没有什么借口了 对你自己 那么于是的话 你人仍然是这个人 土壤仍然是这个土壤 但是你不是当年的那种境遇了 你会有失落 但同时你更加珍惜 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 它是你的一个 你选择是正确的 你不想再走 再放掉它 再去选择别的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吧 就像是可能像婚姻一样吧 就是你结婚了以后 这个人跟你初恋的 就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是有区别的 他有很多的问题 你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 你可以选择继续走下去 解决这个问题 你也可以选择 离开这段婚姻 再去选择 但是你离开了以后 你重新找到的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了这个问题 但是呢 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的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解决问题 你认准了 你喜爱的东西 你就去往前走 对 这些年其实你演的不少戏 大家都比较关注 但是你扮演的角色 可能并不是男一号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 配角在整个的戏当中的戏份 相对可能 这个会少一些 所以这个其实对演员的要求 就更高 如何能够产生一种 四两或千斤的效应 所以怎么做到这一点 首先啊 我觉得我始终觉得 就是说一个电影 一个作品 它是一个 就像音乐一样 我挺喜欢 我很喜欢听音乐 在音乐当中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像是音符一样 那么那音符 你不能够总是成为最强音的音符 这样的话 它这个音乐就罚乱无章 这也跟我在 后来我学了电影制作 做幕后的一段经历 很有帮助 我就认识到 其实一个作品的成功 演员只是它的 中多的组成部分之一 它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灯光 一个道具 一个音效 比你演员 对于这个戏剧上 产生的作用更大 所以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真的就 你要认识到你的 这个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 你在一部 一部作品当中的位置 那么因此的话呢 主角配角呢 只是说一个戏剧设定 但是我看到的是 这个角色完整的一生 那么我在这个 它的一些 有限的空间当中 你比如说这个 《爱情神话》里面的 这个小鞋匠 我想到的是它完整的 它平时在哪里吃饭 它的周末是怎么度过的 它平时爱的节目是什么 一个好的作品 它会给你 这个想象力 它就是一个皮匠 但是呢 一边爱喝着咖啡 是吧 然后呢 还夹杂一些 这个洋青帮的英文 上海话 你觉得这个人物 很贴这个城市的 这种生活面 就怎么去 把这些东西设计出来 我喜欢走路 我喜欢坐地铁 我喜欢坐公交汽车 我喜欢骑小黄车 我喜欢看人 我特别喜欢看 我觉得我对于 我对于人 我特别迷恋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他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那么呢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 就影响特别大 那么就是说 我记得那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姐在北京上 研究生 她在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生 我有一次在北京拍戏 我去看她 我骑自行车去看她 结果那个 自行车的那个 车胎扎了 我就去修自行车 就在他们那个校园里边 一个老大爷修自行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扯前边 老头就说起了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给我都聊萌圈了 我就觉得 难道 气垫这么高吗 都听不懂 你知道吗 后来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一个 北京的一个气质 你看你跟一般的一些 大爷聊 他都是聊什么 国际政治 什么什么时事 你到你上出租的时候 你也肯定有这样的经验 到了上海 他是给你聊的一些 品质那些东西 什么喝点咖啡 没事跟你说点英语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上海的 一个感觉 一个气质 所以他剧本里的时候 他也没有 他好像没有设定这个咖啡 我就想象了 他应该有咖啡 我就跟导演少爷会说 我说他应该是这样 因此的话 一个好的剧本 他真的会给我 有一个想象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 其实当初大家对你 对这个熟悉 是因为你演了 一系列的反派人物 尤其是李丰田这样的 这种杀人犯版的 这个人物 其实生活都没那么可怕 其实演这样这种 就是你没有办法 所谓进行生活体验的人物 怎么去想象这样 他的这种人物的轨迹 和性格特征 虽然说我不知道 杀人犯杀手是什么样子 但首先他是一个人 他不能够脱离了我们生活中 所有日常见到的这种 吃喝拉撒的这么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人 杀手他也是人 他有他的欲望 他有他的恐惧 他有他的日常生活 于是我就在想这个李丰田这个人 首先对他的设定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杀手 杀手的一个是一个 这是他的一个职业 别人付钱 我去做事 但是我们通篇看下来以后 没有人付钱让这个李丰田去杀人 他有交流障碍 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 很简单很粗暴 那他就是一个底层的人 他对于 对于尊严生命 他是没有尊重的 因为他是被蔑视的 所以他蔑视所有的生命 你看他去烧手指头也好 所有的这个东西 他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过多的思考 我觉得当把这些细节 罗列到一起的时候 于是观众就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是似曾相识的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 我说 克白 你知道吗 哪哪哪 这个出了一个事 谁谁谁把谁打了 你光知道这么一个消息 但你知道吗 打人的那个人 是这个 咱们认识的一个谁 你的这个震惊程度 是跟这个陌生人是不一样 那么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这个观众感觉到 他认识这个人 他熟悉这个人 然后做了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种的这个震惊程度 和这种恐惧 这种心理的这种压力 是最大的 这个是我创作的一个理由 和这个方向 你看这个 不管是隐秘的角落 他是一个 胆小怕事的一个市块 他又跟李峰天 有时不一样 然后呢 去演这个 沉默的真相的时候 他开始的是一个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他的这个学生的 这个大义的这个 抉择和行动之下 感召了他 他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救赎 就是你在不了解 这个人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你不会在乎任何人 哪个人 他背后都有一个 他独特的故事 当你知道他背后 独特的故事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这个人我是觉得亲近的 可怕的 还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冷 我们来说说这次流量地球 虽然你只是当中其中一条线 但据说也拍了三个多月 这个呢 是科幻片 它的科幻片 它的假定性 跟我们现实生活 又有点不一样 你看比如说是在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的生活 的工作场景 我们大多都能够了解 但是这个呢 他的工作呢是上天入海 但是呢 我又是一个科学家 我对这些东西呢 是他的是 应该是了如指掌 对 对 那么因此的话呢 你就首先要熟悉这些东西 就像是我拍这个 爱情神话 这个小鞋匠 你也看了 小鞋匠整个这几场戏里边 他没有修鞋的 但是我背了这个呢 我去学了有半个月的修鞋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的设定是鞋匠 那么你的这个工作的环境 你最起码让观众感觉到 他跟你 你是不恐惧他 那么呢 因此的话呢 其实实际观众看到的东西的话 是个小鞋匠 他给你带来的那种 就比方说 他说的那些金句啊 他的那种 试井哲人的那种感觉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这个 《流浪地球》这个马赵 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科学家 严谨的 冷漠的 但到最终的时候 他会给你表现出的 他的一种 深入到骨髓里的那种 情感 责任 所以这些东西 你要首先要找到 他的外衣是什么 然后呢 他的内心是什么 这两个东西找到了以后呢 这个人基本就立住了 我记得今年的这个金句奖 在厦门的时候 我们一块走完红毯 到休息室的时候 我突然看着他 我说华哥 我能给你一个拥抱吗 他说可以啊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突然意识到你是刘德华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整个在拍戏的时候 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就把它当成吐横雨 我的同事 他会给你营造出这种气氛 建立在这个角色当中 那个时候你就忘掉了 刘德华是谁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 作为一个这个 集体创作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给你的对手 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气场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给我了很 作为一个真的是一个榜样性的作用 我觉得我一直不喜欢标系这个词 这种感受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是要营造一种和谐 这种和谐观众体会得到 这种和谐的话 就是说我们 我如何衬托你 然后托你如何衬托我 就像我们两个打乒乓球一样 你来我往他他有精彩 你们戴着这个头盔拍戏 那个感觉会不会有点怪怪的 不是怪怪的 是非常的不舒服 对啊 我能想象就是 对我们穿了两种这个特质的衣服 一个是宇航服 还有一个是 看后来是那个重型潜水服 我们下去的时候 跟那个重型潜水服比 我们那个宇航服 简直就是私质的睡衣一样的舒适 尽管它是已经很不舒适了 它穿上以后吧 它穿脱都很费劲 它特别重 我们每次歇在这里的时候 它都是有一个凳子 然后有个支架 就像是咱们那个 以前那个菜场卖肉的那种 那个有真的是一个钩子 你知道吗 它取名叫龙门架 给我们都给吊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坐下来 你知道吗 要不然的话 就是就仰博会 这都不是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时候 它这个衣服啊 它这个所有的关节 它手只能到这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 也就是说 当你不能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反而特别想去做它 就是我们 我们平时 你看现在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正常 但是你穿这衣服 你穿 你抓不着你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脸特痒痒 特别难受 所以呢 就是说你够不着 你就觉得更痒 所以呢 我们就想出了很多的方法 华哥想出的方法是呢 是在这个地方 里边 就在贴了 把那个大地胶 贴了几个 一个三角 看不到 他可以就是 有的时候 他可以这么着 他可以蹭一下 他可以这么着蹭一下 这也是我取得的经验 我用的办法是 我每次休息的时候 我就跟化妆老师啊 或者他们真的很照顾演员 我就过来了 开始给我抓 我说你别动 你就把手指都放在这 你别动 我找你 就是找各种各样的方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 当时穿一个潜水服的时候的一个感受 然后但是呢 他有了这个一个东西 他会给你一个表演 他带着一个推定性 对 所以郭帆呢 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美术团队 整个的这个团队 他努力的在给我们表演者呢 创造一个相对真实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说在演 而是我们是在生活在反应 我不清楚 你们这个拍的时候是搭了一个石井 还是这个用绿幕的 有绿幕 绿幕只不过是就是远景的环境是绿幕 扎点啊什么的 完全都是石井 我们的月球车 我当时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环境的时候 特别震撼 巨大的一个摄影棚 那个车的那个轮子 光轮子 就是轮子可能有两层楼那么高 轮子就有两层楼 轮子就有两层楼高 然后我们是要升降机上去的 所有东西 它那个方向盘真的是能动的 而且它的 它过分到什么 细致到什么程度 所以那个就是 我到最终的 在那个水里的那些 输入那些电脑的那些程序的那些 那些走的那些码 那些全都是 他们科学院 专门设定的这个码 是可以到 截屏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到现在知道 就这种程度 所以对于我们演员来说 我们演员就是 跟着他走就行 反应就行了 你突然就进到一个 进到那个 他所要求你的规定 对 所以说就是说 在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 电影工业化 电影工业化 可能就是说 在这方面的时候 它做到了已经 真正的工业化的一个水准 对 刚才你说了 电影其实是导演的艺术 演员跟导演之间 有这种非常微妙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郭帆导演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郭帆导演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理工男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很忐忑 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 流浪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 我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交集 然后我去见他的时候 我在想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导演 他肯定会不会是 那种锋芒毕露的 反而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感觉有点手足无措 后来我在想 马赵在多少 跟郭帆导演 都有点接近他的性格 就是说他在一些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人与人之间 普通的交往的场合的时候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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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腼腆的 他是无措的 但是 到了一个专业性的 那个科学方面的时候 他真的是 像一个小孩 一样 就投入进去了 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表演技巧是一个方面 但是呢 其实生活的这个积累 也许他对于你的这个演艺事业 有一种滋养作用 比如说这个 你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不在了 你觉得当时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他造成一个多大的这个创伤 等长大以后再回望 那段这个往事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的创伤是隐性的 而且是漫长的 像是慢性病一样 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有很长时间 我没有哭 我妈去世 那个时候他是医生 他也经常是上夜班 他也经常是 有的时候也去 就是 就是 出差 去到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就像是上夜班一样 就像是出差一样 我有个姐姐 还有个弟弟 可能我跟妈妈的 这个感情是最深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 身体不好 就是 妈妈又是医生 所以更加的呵护一些 所以他们就觉得特别纳闷 说你怎么会不难过 我觉得 我就是一直 但是逐渐逐渐逐渐 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它会造成的那种巨大的伤害 逐渐是会显现出的 比方说那种不安全感 包括他 你对于这个 世事这种 这种无常的这种 这种畏惧 就是所有的这些 都是在我成年以后 仍然仍然是要面对 这个当时的这种伤害 对 但是呢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可能 每一个人吧 可能都在生活当中 都会要 要逐渐的 要跟这个你的生活 某一方面 要 我现在也在努力的 先在想一些方法 母亲去世以后 父亲要 把你们三个孩子拉扯的 这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 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 工程师 那他有他的工作 他有他的事业 这个母亲所承担的 很多责任 对他来说 等于是个额外的 一个负担 所以当时他怎么去 把你们三个孩子 给拉扯他 咱们成年以后 我就想象 他的这个处境 其实他失去的 不仅仅是他的一个 妻子 一个同伴 他失去了全部 因为两夫妻 两个人在共同 处理这个家庭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个 有一种默契的 有的时候他扮演是红脸 他可能就扮演是一个 晚冲区 所以呢 他失去了他以后 他连做父亲的这个角色 他都失去了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后来我跟他聊 我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那个时候 变得那么的 就是生硬 就是你的解决方法 就是这个 就打孩子 然后他就说 他说其实 他说我当时的时候 最大的担心 就是说 你们将来 如果一旦是 不要说是一个平庸的人 万一要是一个 就是对于社会 是有一个负担的情况下 我对不起你 你的母亲 对不对 他说我更多的是 想象的是这个 这个方面 所以他说我没有一个 他说我小的时候 我父亲是缺失的 我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父亲 我没有参照 所以我只能是说 用传统的方法 什么棒下出销子 他也很坦诚 而且那个时候 他说我工作也压力很大 一回家以后 全都是老师来找的 加利来了 还没回家的人 你说 说老金 你们家成少林寺了 我爸说什么意思 他说一看你们家门口 窗户台里 有些少林寺 那时候刚砍完少林寺 就是那个迷恋 所以我拿了毛笔 站着我们家住的是四楼 我真的能够伸出去 半个身体 然后站着墨水 而且你这不写是反着的吗 但是你看着的时候 写的是正着的 巨大的三个少林寺 你本事够大 对 而且字体一样 大这三个字 然后平时写字 都不能写得那么标准 所以回去就一顿打 这孩子你知道 而且那是集体宿舍 你怎么能这么来干 你现在怎么跟两个宝贝女儿相处 当然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对 我首先我觉得 我首先是尊重他们的 很多的时候我觉得 我应该尊重他们 作为一个个体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也是要 也有一些痛苦 对吧 他们有一些 为什么要不能让我这样做 为什么 我觉得这么一个好奇 我想去尝试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不能尝试 所以我首先 我就是觉得 就是说沟通 我要听听他们真正是要想什么 我大女儿很喜欢拍一些短片 她会拍一些 很有奇思妙想的一些短片 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 然后有一次 就是要给她妈妈 一个母亲节的礼物 她说爸 你来帮我演一个 给妈妈的一个短片 然后我就去了 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很声色 我就说 我说你应该这样 这么一个角度 这么样一个拍法 最后她就说 爸 她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专业的 一个从业者 她说但是你不知道 我真正的想要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别摆我了 你干嘛 你干嘛 她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对很客气了 很尊重你了 我说的 当时我就觉得 你说你是孩子 你知道吗 你就不听老人言 吃回在一起 我就看你到底失败 所以我剪出来以后 我觉得非常的吃惊 因为她是那个角度 去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已经有传统的 传统的一个固定 一个模式的 对 再精致的一个复制 不如一个声色粗糙的原创 因为她是一个独立的灵魂 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如果那个时候 她选的略微幼稚 我可以跟她一起建议 这是我跟孩子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你是在北京出生 是吧 对 安徽长大 然后在上海求学工作 后来又去了美国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的话 这个不同地方的生活状态 你会怎么说 颜色 这特有意思 我就说我的本能 直观的感觉 北京 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金黄色 因为我那时候 我小的时候是住的五刀口 五刀口的话 我小时候五刀口 其实是很偏远的离北京 我们那个时候 要到个什么西单 西市门 都叫进城 然后我的印象就是说 空气是深造的 然后印象就是那种阳光 打到了树叶上 在地下 就是那些那种 淋淋的那种光 这是我对北京的印象 因为原来住的那小院 也是这样 有棵棗树 整个感觉 就像是总是这样 因为可能记得都是美好 总是像是秋天的那种感觉 安徽的印象 可能是更多的是青 你安徽住在哪个城市 河飞吗 河飞 最早的时候是在邦步 后来又去河飞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总是觉得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 对比北京来说 它的降水比较多 然后 所以什么地方都感觉是那种 绿颜色的 就比较多一点 就青色 上海的话 我可能是红色 为什么说红色 因为一到上海以后 就是去的是戏剧学院 戏剧学院 你知道戏剧学院 我们住的宿舍楼是红楼 我们教学楼也是红楼 因为它对于 它开启了我的一个世界 一个另外一个人生的大门 所以它就是我的全部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的校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很纯朴很简单 白底红字 白底红字 那个时候很自豪 出去的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不管怎么样 一出去的时候 总是把那个拿出来 我们那会儿也是这样的 炫耀嘛 对 虚荣也好 自豪也好 你损失别人的 有的时候出去 我自己找不着了 还说那谁谁 你把你校徽救我 对对对 所以它给我的一个感觉 是红色的 去了国外呢 国外的话 国外的话 我对颜色 倒是没有一个本能的反应 我觉得有声音 可以 声音 声音它就是 更多的声音 就是那种 哼鸣声 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环境的哼鸣声 美国它的窗户 它不是能够随意打开的 它都是封闭死的 它就是保证 它的那个冷气的循环 所以你就能听到 它一直听的那种 那种ambient sound 就是那种 哼哼的声音 而且那个时候吧 因为你的语言是不通的 你没有什么人交流 而且你对你的人生 可能有一个 更多的是有一些思考 我到底来 我到底是来 这里是干什么 所以你经常是一个人的 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真的是你就 你听 你就是听的是这样的声音 最后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曾经为沉默的真相 张超这个角色 设计了 这个一首诗 就是莎士比亚 《十丧尸》的这个十八首 就把你比作这个夏天 对 这个是不是也代表 你的一种生命态度 如果生命 这个只是一个夏天的话 那是很短暂的 但是他们的这种精神的话 是更加的绵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时我一下就找到了 这个人的核心 你看他里边就是说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the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orary 这个 thee 你是谁 你可以是你的生命 你可以是你的爱人 你可以是你的事业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以后 我就觉得我很喜欢 就是因为 我跟戏剧的关系 我曾经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the summer's day 他曾经觉得 对于我来说 就像夏天一样的火热热烈 一下就冒到了那个时候 但是我离开了它 对于我来说是短暂的 但是呢 又像最后一样的一句话一样 So long as man can breathe and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这个the就是戏剧 就是一个演绎的生涯 它对于我来说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你 那么我要用我的一生 让让你这个事情 变得永恒 对 所以我真的是 我就觉得 一个诗歌 它有生命力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在他的身中 这个上面找到 你能够相依赖的东西 谢谢你 我们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见 但是 见到了好像是 昨天刚刚分别一样 对对对 是吧 没有任何的这种距离感 对啊 对对对 谢谢 谢谢